接下来看一下本章第四节 关于用义务权 从历年考证来看 用义务权这一章出题的分值是比较低的 最多有一道题 前期年主要密集的出现在 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上 因为在用义务权中 绝大多数的规定都是围绕建设用地使用权展开的 但是二年教材有所变化 增加了一些关于其他用义务权的生效要件的规定 这个地方有一定的理论性还比较容易混淆 所以今年出一道选择题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围绕的用义务权 教材中主要介绍了这样的几种用义务权 首先是最传统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是在国有土地上所设定的 那么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 它的取得分为创设取得和移转取得 那么创设取得实际上就是第一次取得 移转取得就是类似于我们股票上的二级交易市场 对于创设取得如果不花钱就叫无偿化波 那无偿化波一定有特定的情形的 对吧 比如说是用来供应用途 这个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或者是国防或者是政府机关用地等等 那有偿出让呢 只要是一块土地有两个以上的意向用地者的时候 我们要求土地都应当以有偿出让的方式 通过收集土地出让金来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 而设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通常都是有期限的 我们的期限现在就是40到70年 70年最长的这是住宅 40年呢就是商旅渔 商业旅游娱乐 剩下其他这中间呢 像什么工业啊科研呢都是50年 而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终止 这些年基本没怎么靠过 第二呢关于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 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呢 这是在应该是前年教材中增加的 它主要是把我们集体土地改革的相关规定啊 做了一个浓缩 那么这里呢关于永久基本农田 如果要转为建设用地的需要由国务院来批准 直接由国务院来批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这是关于永久基本农田 那非永久基本农田呢我们有各自的规则 集体进行建设用地 它现在是可以自行出让或者是出租的 但是需要经过村民自治机构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啊 这是集体建设用地 接下来呢再将下看 关于土地承包基因权 土地承包基因权呢 今年教材特意强调了 说第一它的设立 设立呢是一合同生效就成立了 也就是说它不是什么登记对抗啊 在设立的时候 设立的时候不是登记对抗 只要你合同成立了 土地承包基因权这个时候就设定了 它就是一个具有对抗效力的这样的一种用意物权 好 那么如果是把我已经设定了用意物权 再转让或者互换呢 也就是说这里呢 它类似于我们上面所讲的一级市场 这里呢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二级市场 就当我已经有这个土地承包基因权以后 我能不能自己不种地再把它转报给别人 这是可以的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物权的生效的要件呢 是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所以说呢 当你转让或互换的时候 没登记这个时候同样也成立 但是不具有对抗效力 不能对抗其他人 如果其他人登记了 你没登记 这个时候就优先保护其他人 好 所以说土地承包基因权这个地方 一定要区分它的设立 还是转让不换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明显 考试的时候 就这一个考点 就完全可以出一道选择题 再将下看啊 居住权 居住权呢 我们很明确就是依登记来设立的 它跟合同没有关系 必须要采取登记设立 这和传统的不动产用意物权的设定的规则 都是一样的 而对于地义权呢 它采取的是合同生效式设立 所以对于地义权 它和土地承包基因权的设立的规定是一样的 都是合同生效既成立 但是啊 它多了一句话 不登记不得对抗善于第三人 这一点在土地承包基因权中是没有的 好 这是关于用意物权的相关表述 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道题 多选题 下列关于用意物权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土地承包基因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 这是对的 B 转让时 如果未登记不得对抗善于第三人 这是对的 C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未登记不得对抗善于第三人 大家注意啊 未登记 它就不成立 自登记时设立 那就意味着你登记了才成立 不登记就没成立 所以就不存在后半段 说没登记不得对抗 没有啊 如果没登记就没有这个权利 第一 地义权的设立 未登记不得对抗善于第三人 这是对的 所以这到底 政治的选项是ABD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这道题呢 考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 表出正确的有A 无常化波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有没有期限 没有 无常化波啊 它既不用你出钱 然后还没有期限 这是个好事 对吧 但是呢 无常化波的情形 我们是限定的非常严格的 B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 建码的自动续期 这是没问题的 C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优先考虑双方协议的方式 协议不成在招标拍卖吗 不是啊 如果是出让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认为招标拍卖的方式 应当是优先的 如果一块土地有两个以上的一项用地者的时候 就必须要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 B 用于商业开发的建设用地 不能用化波的方式来取得 这是对的 化波呢 只能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国防啊 政府机关用地了 科研用地了 以及这个重大的基础设施用地等等 所以这道题里也表出正确的是选项B和D 看这样一道题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的条件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D是你拿到手了 你交了土地出让机 土地使用权归你了 现在上面有房子了 我要把这个房地都转让的时候 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原先的我们是不对它进行限制的 也就是说我拿到地以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土地再转让出去 但是为了避免这种炒地皮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规定了一系列的要求 具体的要求就是 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如果已建成的 房屋上面应该有所有权证书 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投资开发的 如果是从成片开发土地 要形成这样的一个 供应用地或建设用地的条件 按照出让合同约定 支付全部的土地出让机 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B、C、D都是对的 选项A错了 错在哪呢 必须要完成投资开发总额的25%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点 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B、C、D 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这道题考的是无常划波方式 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那么它的期限就是无期限 对吧 你如果是划波那就是无期限 只有在出让的时候 我们才会涉及到期限的要求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选项D 提到单元题 这道题考的是以有常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 最高年限是多少呢 我们说要么是40要么是70 除了这两个中间都是50 70是住宅用地 40是商业、旅游、娱乐 那剩下中间最长都是50年答案选B 看这样一道题 下来有常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最高年限可以超过40年的商旅渝 商旅渝这些它都不能超过40年 最长就是40年 所以说只有选项A居民的居住用地 它是可以超过40年的 最长是70年 但是你们买房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它有50年的 这个时候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A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如果城墙规划确定为经营性用途 并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的方式 交给单位和个人使用 那下列表述中正确的用 A 以出让出租方式交给他人使用的应当签订合同 对于这样的不动产 它一定是一种要事行为 需要签订合同 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最高年限 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来执行 这句话说是对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般我们讲 基地土地实际上 除了土地存贸金权以外 像宅基地使用权这样的建设用地 它是没有期限的 但是这里的经营性建设用地 它要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的 这个期限来执行 C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可以进行抵押 那么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是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人是通过交付出让金的方式 来获得了该集体这一块 进行建设用地 那当然可以把它制为自己的一项财产 比如说该抵押的抵押 该利用的利用 这是对的 D 如果集体进行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的 应当经本集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选项D 表述错误 这道题答案选ABC 再来看这样一道东西前提 这道题考的是关于农用地建设利用的表处 这涉及到最近三年教材的变化 正确的有A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了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住庄税的地 我要把它变成盖房子的地 可不可以呢 倒也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你应当办理转用的审批手续 在转用的时候 要区分你这个农用地是永久基本农田和非永久基本农田 如果是永久基本农田 你要把它变成建设用地的 那么好的田 你要把它变成盖房子了 这个时候必须要由国务院来批准的 这是对的 那如果你是把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来转让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 第一 看你正在不在规划内 如果在规划内 在原先的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内 就是我们所说的土规 在这个范围内 要由原批准机关来批准就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在规划的范围内 已经被审批过了 这个时候你要对它进行利用的时候 由原审批机关进行批准就行了 但是前提是 它已经被规划所确定可以利用了 但是如果在规划以外的话 就原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里面 没有要把你这个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这样的一种规划 这个时候 它才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来批准 所以说选项D是正确的 选项C表述不准确 选项C只有是在规划之外的时候 再由国务院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来批准 老题正确答案是A B D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担保无权 担保无权这一节 从第三章的角度来看 考评的评则还是比较高的 极有可能单独出现在我们的客观题里面 和主观题与核动法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道案例题中的一到两位也是极为常见的 而相对来说担保无权中的知识点也会比较多 有一些知识点还比较抽象 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思维导度的方式把担保无权的相关知识点再回顾一下 首先涉及到担保无权的概述 担保无权的概述这样一个知识点是具体两年教材的新增的内容 按照教材的这样的一种出题的习惯 一般当年新增的内容它会考但不都全会考 所以仍然会有一部分当年新增的内容会在第二年第三年出现 这就是我们考试时的一些重要的考点 所以关于担保无权的概述 首先涉及到担保无权的这样的几个特性 那么第二涉及到与担保无权和诉讼时效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这一段 它要区分不同的担保无权有不同的法律后果 那担保无权的种类实际上一共是三种 抵押、质押和留置 加上我们后面合同中所讲的保证和定金 担保方式常规的典型的担保方式 一共就是这五种 那么非典型的比如说像所有权保留等等 好 那么教材在第三章本节处 重点讲了这样的三种担保物权 第一就是抵押 抵押什么样的财产可以抵押 动产和不动产都是可以的 产业使用权就是不动产可以抵押 那么作为抵押的主体 特定的以公益为目的的 这样的特定主体 非盈利法人 它能不能抵押都有特别规定 第二抵押的设定 抵押的设定一般来说 抵押不动产抵押需要登记 动产抵押以合同生效 作为一个成立的时间 那么不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未登记的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要依客观原因 还是主观原因来判断法律后果的不同 对于抵押手担保的范围 原则上是一当神的约定 那么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比如说如果是地上新增建筑物 这个时候是一道房地关系 对于已经抵押后 地上又盖房子了 那抵押权不能包括新建部分 那对如果是以违法的建筑抵押 这里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违法建筑抵押了 第二种是建设用体使用权抵押 但是上面存在违法建筑物 有两种不同的处理 而如果是化剥用地的话 同样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向后看 对于抵押权涉及到的保全 那抵押权呢 因为抵押是不转移再有的 所以抵押物仍然在抵押人那里 那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道德风险 如果抵押物的价值不当减损 这个时候可以要求对抵押物进行保全 要求停止实施行为 恢复价值或者低点进行清偿 那如果涉及到抵押物的自息 这个时候抵押物的自息是由抵押人收取的 当抵押物被长风扣押后才由抵押权人来收取 对于抵押权清偿的顺序那就是登记 先登记的先清偿 后登记的后清偿 没登记的放在最后 最高额抵押 这是抵押里面一种特殊的抵押 最高额抵押呢 它主要是一个债权额不确定 它是这个债权的总额 最高额是确定的 时间是确定的 但是债权额不确定 所以它可能会涉及到当时一些约定的情形 比如说将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前 已经发出的合同之债 纳入到最高额抵押里面 这也没有问题 将最高额抵押期间的合同之债 签出这也没有问题 这是关于最高额抵押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最高额抵押这几年考的比较少 那么这几年重点呢 一定是这个动弹抵押的特殊规则 尤其是这种价款抵押的超级优先权 这涉及到教材中的变化 我们在基础进讲时都已经讲过 再一次强调一下 接下来呢 另外两种当毛物权呢 就是质押和流质 那质押呢 其实呢 相对比较简单 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力质押 那权力里面呢 都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汇票支票 本票债券出版单 仓权提单 这叫做有价证券类的 包括这个基金份额股权 包括资产权中的财产金权利 包括应收账款等等 那么对于质权的效率 就参照抵押的规定呢 它有一系列的规定 这里我们不多说了 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关于质物的自息 因为质押 它是要转移债友的 所以质物的自息 应当是由质权人 也就是债权人来收取 对于刘智权呢 教材这两年略微有所调整 首先是刘智的成立要件 刘智的成立要件呢 主要调整的地方在这 就企业之间 刘智的动产和债权 如果非同意法律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债务人以该债权 不属于企业 持续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 认为由主张返还 刘智财产的 认为反应当予以支持 街主经讲述 我们都讲过了 比如说当事人双方之间 是一个货物运输企业 和加工生产企业 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 但是呢 加工生产企业呢 欠这个货物运输企业的 货运费 那么不给 这个时候呢 运输企业呢 就找加工生产企业呢 去跟他借了一个 这个生产设备 或者是其他的物 然后把它作为一种 刘智的手段 这是不可以的 那不属于持续 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 而刘智呢 他可能和抵押质押 并存在同一个动产之上 所以就涉及到一个 效益力冲突时的解决规则 我们的原则就是 刘智最优先 那已经登记的抵押和质押 他排在第二 这个时候他俩谁优先呢 看时间先后 什么时间 就是你登记的时间 和你质押 动产质押交付的时间 或登记的时间 最后呢 就是未登记的抵押权 好的我们用导图的方式呢 把第五节 担保物权的相关知识点 整体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看第一个考点 担保物权概述 首先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担保物权特性的 我们前面在导图中说过了 担保物权的特性呢 有四个 第一它是重属性 对吧 第二 负有权力行使要负条件 设定担保物权了 和担保物权实现之间 他一定要等特定的条件成就 才能够行使的 C 具有这样的优先受长性 这是对的 这是担保物权的 最重要的制度功能 D 它具有不可分性 不可分性就是说 担保物就债权的整体 来发挥担保的功能 所以这道题 表示正确的是选项 B和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呢 考核的是 担保物权的 不可分性的特性 表述错误的是 A 主债权位数全部清糖的时候 担保物权人 原则上就担保物的 全部行使其担保物权 你担保了一个 100万的债务 最后只清糖了 90万还剩10万 那你完全可以 凭借这10万的债权 要求这全部的担保物 来行使担保物权 B 担保财产被部分转让的 担保物权人 可以就转让后的 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 这个担保财产被转让了 我仍然认为 这个担保财产 它属于设定担保的 要继续发挥 替代清糖债务的功能 哪怕你已经被转让走了 我仍然可以找到转让后的物 来行使担保物权 这也是不可分析的体见 C 主债务被分割的 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 债权人有权以担保物 担保全部债务履行 同样是不可分析 B 主债权被分割的 债权人以其向有的债权份额 来行使相应比例的 担保物权吗 不是 当主债权被分割的 这个时候每个债权人 都有权以其债权份额 对全部的担保物 来行使担保物权 这也是不可分析的提见 所以说选项D 表述错误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 担保物权和诉讼时效的关系 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A 当主债权诉讼时效 今天届满后 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 法院不予支持 因为抵押权是一种重权力 当主权力的诉讼时效 已经届满了 那就意味着失去了 强制旅行的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抵押权人 在主张这样的一个抵押权 也没有相应的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B 主债权诉讼时效 7天计满前 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以后 就可以随时向抵押人 主张行使抵押权吗 大家注意 对于这里的债权人 他的主张的权力 我们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就是第一 你应当对他提起诉讼 但是你千万别觉得 法院判了以后 你就高等无忧了 随时随地 过了十年八年 都可以找到抵押人 要求行使抵押权了 不是的 我们这里还有第二个要求 要求必须在规定的 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内 申请执行 你只有这 第一步第二步都做了 然后这个时候 才可以认为 可以向抵押人 来主张修施抵押权 否则 如果你缺少这一步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抵押权 带有一个权力被上失 所以选项B 表出错误 也就是说 留置比较特别 虽然主战权 受用十一期间 借满了 原则上 担保物是不能够继续 为债务提供担保功能了 但是考虑到 留置这是一种法院担保物权 所以此时 即使你的 受用十一期间 借满了 留置物 你仍然不能要求返回 主战权受用十一期间 借满的法律后果 以登记作为公式方式的 权力治权 参照适用抵押权的规定 这样的表述 必须要把它记住 这道题里表述错误的 只有选项B 接下来看一下 抵押财产与抵押权设立的 相关考点 这是一道单选题 下列表述中 不可以抵押的财产式 这道题考核的是抵押财产 那么作为设定抵押的课题 可以是动产 可以是不动产 所以海域使用权 作为不动产是可以的 生产设备是可以的 符合条件的土地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 现在我们是允许它进行抵押的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D 以公益为目的 成立的非盈利法人的 教育设施等公益设施 它不允许抵押 答案选D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抵押 未登记法律后果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A 抵押财产因被征收 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 那征收的这是一种 因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时候 在此人可不可以要求 抵押人来承担责任 不能 不能要求抵押人 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选项A表示错误 B 但如果因不可规则 以抵押人自身的原因 导致抵押物灭失 抵押人已经获得相关的赔偿金的 在此人可不可以要求 其在赔偿金范围内承担责任 这是可以的 选项A和B要连接一起看 C 抵押人转让财产 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 在全人可以要求抵押人 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 这个时候抵押财产不能登记 是因为抵押人的过错造成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抵押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B 因当机机构的过错 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 在全人可以要求登记的机构 来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这到底表出错误的 是选项A 看一道单选题 某船舶公司已正在建造的巨型邮轮 这是船舶设定抵押 这是特殊动态 特殊动态设定抵押 我们是采取登记对抗的要件 所以说根据无权法律的规定下列 表述正确的是 建设中的船舶可不可以设定抵押 是可以的 建好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B 该动态抵押未办理登记而无效 不是的 这是动态 动态抵押是以合同成立而成立 但是没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C 该动态抵押因为办理抵押登记而导致主合动无效 主合动效率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抵押的效率的瑕疵而受到影响的 D 因为办理抵押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是对的 这道题答案选D 看下一道多简题 宋晓峰将自己的一辆汽车抵押给刘能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 但是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抵押权成为成立 成立了但是不能对抗第三人 后来宋晓峰又把汽车转案给了不知情的杜小双 交付并办理了过户手续 这个时候车辆所有权归谁了 已经归新的满兽人杜小双了 那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A 刘能不能要求杜小双退还汽车 不能了 因为这个时候杜小双已经获得了该汽车的所有权 他就阻去一切其他权利人的这样的一种权利的行驶 B 该汽车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成立 动产抵押自合同生效时成立 C 因为杜小双属于善意第三人 刘能不能要求他退还汽车 这是对的 D 因为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所以该汽车的抵押权没有设立 不是的 记住汽车是动产 尽管它是特殊动产 但是作为动产仍然是依合同成立 生效抵押权就成立 只是没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已 所以说这到底表述正确的是选项B和C 接下来再看一下与抵押担保范围有关的考题 这是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抵押担保范围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A 如果抵押物的登记的记带和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时候 以哪一个为准呢 要以登记 因为登记要么发挥生效的功能 要么发挥对抗的功能 这是可以被外界所识别的 B 以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抵押权的 抵押权人无权行使抵押权 不是的 如果该采取特定措施的财产上面的措施被解除掉了 仍然可以行使抵押权 选项B表述错误 这涉及到最近两年教材的变化 C 抵押财产发生天赋的 抵押权的效率基于补偿金或天赋后的新物 但不基于价值增加的部分 这是对的 这是抵押物的不可分性决定的 D 宠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以后 抵押权的效率不基于宠物 但在实现抵押权是可以一并处分 这是对的 设定抵押权是没有这个车的液晶遥控钥匙 但设定抵押以后 我新配了一个遥控钥匙 好 那这个时候 这种液晶遥控钥匙 它不属于抵押物 但是在对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可以和这个车一起卖 但是把这个物的价值排除在外 所以这里表述错误的是选项B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抵押是房屋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关系的表述 错误的是 关于房地一体的原则 一般来讲我们说抵房就要抵地 抵押地上面的房子也要抵押 但是实践中存在一些特别的情况 看A 以D来抵押的 抵押权的效率及于地上已有的房屋 但是不及于新建部分 这是对的 B 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 就是用房正在建造的房抵押的 那抵押权的效率 急于为已办理抵押登记的部分 不及于新增部分 这也是对的 就以当时抵押时的状态为准 C 以D来抵押的 抵押人以地上存在违法建筑为由 主要抵押合同无效的 不支持 这是对的 违法建筑的存在本身不会导致土地抵押的效率的失效 B 以划剥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的 当时抵押人以未办理抵押的手续为由 主张无效或不生效的 人民反应予以支持 不予以支持 这道题表述错误的是选项 B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抵押全人在债务旅行期间 建满前与抵押人约定 当债务人不履行 到去债务时抵押财产就归 债全人所有 这是我们原先所讲的流亚条款 按照原先规定的这个条款是不生效的 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 我们换了一种口吻 按照现在的规定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要求就该财产进行优先授偿 换句话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认可你的这样一种担保的意图的 但是所有权转移的意图 是不会受到法律的承认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约定有效 这么表述现在不对 B 在全人不可以直接取得物的所有权 这个约定也不会导致这个组合同无效 只是会导致 这种限制性的影响了 只要当时没有另行的约定 是可以把设定抵押的物进行转让的 所以在这里看起来 抵押期间抵押人是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了 但是当时也可以通过约定 禁止其转让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 换句话说 这就是抵押权的不可分析 我把物转让给别人了 但是这个物上面抵押权仍然存在 仍然有可能被他人行使抵押权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表选项ABCD表说都正确 看一道多前提 当时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财产 但是没有把该约定进行登记 就是抵押设定了 但是双方约定说不允许抵押财产 可是你这样的一个禁止 转让抵押财产的约定 也没有登记出来 别人也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抵押人违反约定转让抵押物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A 抵押权人请求确认 该转让合同无效的 法院不支持 这是对的 因为对于他人来讲 他人并不知道双方之间存在的禁止 转让抵押物的这样的一种约定 B 抵押财产已经交付和登记 抵押权人请求确认 转让不发生误权效率的 法院不予支持 这是对的 也就是说 抵押人将抵押物又转让给了 张四二点四王五 那在这个时候 只要完成了交付或者登记 该误权效率就发生了 A B 是对的 那么 C 和 D 这两个选项 差价是 A B 的相反 所以他们都是错的 这道题证据的选项是 A 和 B 看这样一道单线题 下列关于抵押权实现的顺序 抵押权实现的顺序 就是看登记 登记优先的先长 登记再后的后清糖 都没登记的 直接按在前比例清糖 所以按登记的先后顺序 那作为在先的是可以放弃这个顺位的 以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 这都对 但是如果都没登记的 直接按债权比例清糖 不看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 表述错误的是选项 D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这道题考的是关于自息的收取 正确的由 A 抵押权设立之日起 抵押权人有权收取 该法定自息吗 不是的 对吧 我们讲抵押不转移战友 当抵押权设定的时候 自息的收取仍然是抵押人 除非该抵押物被查封扣押之日起 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自息 但是抵押权人为控制自息的 法定义务人的除外 这是对的 C 抵押权人收取了自息干什么呢 用来首先冲底收取自息的费用 这是对的 D 而不是优先冲底主债权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B和C 来看一道二律师的单选题 假公司以积极设备 积极设备是什么 动产 动产抵押给以 那动产抵押是自合同生效时就成立 但是没有登记就不能对抗第三人 十天后 丙公司向银行贷款一百万 然后就找到假了 假又把他的设备质押给银行 并完成了交付 那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确定的取得了一个 可以对抗他人的这样的 我们所讲的这个治权 对吧 这是动产的质押 同时丙公司又将自由的房产 抵押给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 也就是说丙将自己的房产 抵押给银行和假用该机器设备 一起为银行的这笔借款提供担保 20天后 假又把这个机器设备再抵押给了丁 办理了抵押登记 好 那在这里我们看这个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上出现了多个担保误权 排在拒签的应该是谁呢 先交付的那就是给银行的质押 对吧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排在第二位就是给丁公司的抵押 因为他办理了登记 而排在第三位的是他签订了合同 但是没有办理登记的给丁公司的这样的一种担保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那就是银行排在第一 丁公司排在第二 然后丁公司排在第三 好 看这样的选项 如果银行放弃这假设备的治权 丙在银行上市优先授权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 我们把这个法律关系捋一下 他指的是银 银向银行来借钱 然后找到假 假用机器设备为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质押 银用自己的房屋为这个担保借款提供了抵押 宣相A指的是如果银行放弃对假的治权 那银在相应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 谁是在乎人呢 银 银 债权人不管怎么免除别人的债权 债务人的债务会被免除掉吗 不会 对吧 所以选项A的表述是错误的 B 银行的治权优先于公司对该机器设备的抵押权 银行排第一 这是对的 第二 银行的治权优先于丁公司 这也是对的 银行排第一 看选项D 丁是不是优先于 也是 因为丁公司的抵押登记了 而以公司的抵押虽然在先 但是没登记 那就排在最后 所以这道题表述错误的是选项A 再来看一道与最高额抵押有关的考题 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 已经存在的债权 能不能转入到最高额所担保的范围内呢 我们说最高额 那就是一个最高额度范围内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双方发生的所有的债务 都以该最高额内的财产来设定抵押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在这之前已经发生的债务 是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把它转入到最高额所担保的债权范围的 所以选项A表中错误 B 抵押权人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压时 抵押权人的最高额对应的债权是确定的 这是债权确定的一个情形 C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 如果把部分债权转让 最高额抵押权一律不允许转让 原则上最高额抵押的这个债权是可以转让的 那转让时最高额抵押不能转让 但是如果当事另有约定除外 所以这里说一律就不对了 B 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 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 那以最高限额为限 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唐的效率 也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优先受唐的 或者说最高额是100万 那么双方之间的债务总额汇总一看变成130万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设计最高额抵押的物来讲 它只对100万来承担这样一种担保的责任 所以说这道题里表述正确的是选项必合地 接下来看一下与动弹抵押有关的相关考点 这是一道多简题 动弹抵押定立合同后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未登记也不能对抗他人 抵押权人的下列主张中法院不予支持的有 也就是说这道题让我们选出来 这些选项里面该诉求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A 抵押人将抵押财产再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 这个时候第三人会不会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呢 会 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要求是要完成占有的转移 如果像选项一这里 抵押人只是把财产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 但是没有交付 这个时候第三人会不会取得该务的所有权 不会 此时抵押权人可不可以阻挡 确实抵押权是可以的 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所以不选A B 抵押人将抵押财产出租给知情的第三人 并转移在有第三人是知情的 知道该务已经抵押了 此时不保护第三人 对吧 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 并解决出租赁栏合同 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所以A B选项都不选 C 法院对抵押人的财产 做出保全财产保全的裁定 或采取执行措施 抵押权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收藏 因为在这里你没有办理登记 所以就不具有对抗他人的效率 那法院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 那就是有效的 抵押人要求主张优先收藏 就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D 抵押人破产时 抵押权人如果主张优先收藏 因为你的这个抵押没有登记 同样不具有对抗的效率 法院不支持 所以这道题 让选出法院不欲支持的是选项C和D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远题 买售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 通过支付合理价款取得的 已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 那么如果担保物权人请求该动产 优先收藏 法院不欲支持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在设定担保时 如果担保人又把物 在这场买卖活动中 处分给了正常的买售人 这个时候我们要优先保护消费者的 但是特定情形除外 什么情形除外呢 我们看选项BCD 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 定理很多的目的在于 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存在的这样的控制关系 以及超过一般买售人的 正常交易数量 这几种情况我们都推定为 你是一种恶意的买售人 所以只有在选项A 出卖人超越经营范围的偶然交易 它是仍然是被作为合理的买售人 予以保护的 所以属于例外情情的 只有这里的选项BCD 三远题 根据密法典的规定 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 是抵押物的价款 标的物交付后 在一定时间内办理抵押登记的 该抵押权人 优先于抵押物买售人的 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 这就是我们民法典中所增加的 这个超级动产抵押的超级优先权 这里的时间很简单 就是10天 一定要记住 再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权人为了担保 价款债权或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的担保合同 并在动产交付后的 10日内办理登记 主张其权力 优先于在先设定的 浮动抵押的法院 应当与支持 这里就是我们所讲的 动产价款的超级优先权 这种超级优先权 主要是为了担保购买该物 所需要支付的价款 或者是融资租赁 该物所需要支付的租金 那在这里属于该权利人 有A 在动产上设定 抵押权的出卖人 在该动产上设定 所有权保留的出卖人 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 而设定抵押权的债权人 或者是融资租赁方式的出租人 这四种情况都作为权利人 享有这样的一种权利 这道题答案选ABCD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权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 关于抵押权消灭的原因 抵押权的消灭 可能是因为 它被担保的主债权消灭了 欠的钱还了 这个时候抵押权被消灭掉 也有可能是因为 抵押权被拍卖变卖折价 被实现了 这个时候抵押权也被消灭掉了 那么抵押权人 也可以通过获得抵押物所有权的方式 来以物来偿赞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唯独选项C 抵押物灭失 如果产生赔偿基因 并不当然会导致抵押权的消灭 此时赔偿基因要替代原抵押物 继续发挥担保的功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ABD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与治权有关的相关考题 首先看这样一道题 假想以借款 为担保债务将一辆汽车出质给已 那么治权的置物就要交付给债权人 以不慎将汽车损坏 那么根据规定下来表述正确的是 A 假有没有权利要求已立即赔偿损失 有 或者是在借款到期时 在损失赔偿范围内 相应抵消其所对已的债务 这是可以的 B 假能不能拒绝归还借款 这不能 这是主债务和从担保关系之间 不能有一个相互替代的关系 C 假有权要求解除质押合同 这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合同一旦成立了 就是双方达成一致的结果 不能单方解除 D 假能不能要求延期还款 这都不是理由 所以正确的理由只有选项A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点题 6月6日 丙向假借用一块手表 约定6月10日归还 也就是假把他的手表借用给丙 这是6月6号 6月7号的时候 假向以来借款 然后以该手表进行出质 但是这个时候手表在谁呢 在丙那 所以当时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说如果假到时不能经常债务 则手表归以所有 并约定由以直接找丙 要求来返还手表 就是也直接找到丙 好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6月7号 假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质押合同 那质押我们说 动态质押需要以交付 作为生效要件 这里的交付包括关键交付呢 包括 所以在这里 这就是一种关键交付 是关键交付中的哪一种呢 只是交付 好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下面的表述正确的有 首先来看选项A 选项A和B 它讲的是关于乙的治权的设立 乙的治权的设立呢 我们说他假对乙的这样的一种 用动产设定质押 是以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了交付 那指示交付 签计协议的时间是6月7号 那这个时候动产治权设定的时间 就是6月7号 所以选项A是正确 B是错误的 那如果假届时不能清偿对乙的债务 乙能怎么样呢 乙有权就手表变价 并所得价款优先受传 对吧 这是动产质押的本来的功能 乙没有办法直接依照约定 取得手表的所有权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答案A和D 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权力质押时 谈生效要件 治权次权力评论交付时设立 我们说权力质押时 它的生效要件 如果有权力评论交付 没有权力评论是以登记为准 那在这里面看选项B 选项B和C作为股票和基金份额 都是要到其他的这个登记部门 来进行登记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基金份额 主要是中国这个中正登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 来进行登记的 股票要区分是什么类型的股票 分别有不同的登记部门 应收账款是到人民银行的中心 来办理这样的应收账款的登记 所以说能够进行交付 作为设立权力质押的是选项A 藏单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这道题同样考核的是权力质押 考核的是什么样的权力 可以设定权力质押 我们说讲可以设定权力质押的 第一是包括有价证券 对吧 汇票支票本票在电出版单 藏单低单 比如说像这里的汇票 那第二类就是基金份额和股权 比如说这里的B 基金份额和股权 第三类就是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 那在这里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 但是署名权并不是它的财产性权利 选项A不选 而土地所有权是不能够被交易的 所以土地所有权也不能设定权力质押 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选项B和D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说谢永强向某银行申请贷款 以其一项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 这是可以的 8月1号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 8月2号办理了初次登记 这是权力质押 权力质押它就要以交付或者是登记之为生效时间 对吧 那么这样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它是需要以登记之为生效要件的 所以8月2号办理初次登记 8月2号双方的治权就成立了 8月3号的谢永强将注册商标专用权证书交付给银行 8月4号银行放贷 那这样的一个治权成立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登记的时间8月2号 答案选B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权力质押中的苍丹出制 苍丹出制是一道最近几年教材的变化 同学们要注意 表出正确的 看A 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 以背书记载了质押字样 并经保管人进行签章 保管人就是保管这个仓单所对应的货物的主体 那当他签章以后 仓单交付给治权人的 这个时候治权是成立的 B 出制人既以仓单出制 又以仓储物来设定担保 按公司的先后顺序 如果无法确定先后顺序的 按债权比例清长 仓单对应的是这批货物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仓单 仓单可以单独质押 而货物作为动态也可以质押 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仓单 和对应的仓储物之间 分别设定担保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按公司 公司的相后顺序 比如说你这里的登记 或这里的交付 看哪一个在先 如果无法确定 按债权比例清长 C 保管人如果为同一货物 签发多份仓单 出制人又在多份仓单上 设置了多个治权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行为是不是无效 不是怎么办 参照选项B来处理 D 出制人既以仓单出制 又以仓储物设定担保 如果债权能证明 其损失是由出制人和保管人 共同行为所致的 有权请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就是你双方恶意 向制权人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以后 不能以应收账款不存在 或已经消灭为由 来主张不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应收账款的债务人说了 我确实欠他钱 他用这个设定质押没问题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又说这个钱不存在 这笔债务不存在 选项A表述正确 B 以现有的应收账款出制 应收账款的债务人 没有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的 制权人以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为被告 来确认该债务的真实性 请求就该债务优先收场 能够举能证明办理出制登记时 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 法院就应当与支持 而反过来 C 以现有的应收账款出制 制权人不能证明办理出制登记时 在这个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 但是说了 反正我不管你债权存不存在 反正已经办理出制登记了 我就要求认定这样的一个质押有效 行不行呢 不行 它和B选项之间 大家要共同做一个对比的掌握 B 如果是以将有的应收账款出制 当时为应收账款设定了特定账户 发现法径是有时 制权人有权请求 就该特定账户内的款项有限收场 所以这道题表示错误的 是选项C 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张最后的一个知识点 刘志全 首先是一道多前提 这道题考核的是 对于刘志全的特征的表述 正确的有 A 刘志全只能在动产上设定 对的 他不像抵押 抵押是动产和不动产 质押是动产和权力 而刘志只能在动产上设定 刘志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 这是他和抵押质押对大的区别 那两种都属于约定担保物权 C 属于同意法律关系的动产被留置的 无必属于债务人所有 如果是第三人的也可以 你把别人的车送去修 修完以后不给钱 别人把车扣下 这是可以的 D 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和债权 并非同意法律关系 这是可以的 但是债务人以该债权不属于企业持续经营中 发生的债权为由请求返还留置物的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这一点不解释了 我们在技术竞讲的时候 重点给同学们强调过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ABCD 看这样一道多显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企业之间动产的债友和债权 构成同意法律关系的判断 这是相对来说留置权比较特别的 最近几年没考过 大家要注意 A 基于保管合同 拒付保管费 而发生留置 属于同意法律关系 当然属于 我给你保管原材料 你不给我钱 我就扣下你的原材料 B 基于维修合同 拒付维修费发生的留置 同样属于 C 基于加工承揽合同 拒付加工费发生的留置 属于 D 基于原材料的保管费用未付 然后你就故意借用债务人的汽车 然后把它留置了 说我用这个汽车来留置你的 作为保管费用的留置 代为清账行不行 不行 这不属于持续借用过程中发生的债权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A B C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下列关于留置权人的通知义务的表述 这个点考的比较细 考的是留置权人的通知义务 正确的是A B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 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旅行期限 以约定为准 虽然是法定担保物权 但是有约定的同样可以生效 B 债权人与债务人 没有约定债务旅行期限的 应当是给他60天 那么这个60天 注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不是从债务发生之日开始算 而是从债权人留置债务人的财产之后 开始计算选项B错误选项C正确 D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约定宽限期的债权人 可不知经过通知直接行使留置权 我给你10天 10天你再不给我 我直接就把这个东西卖了 这是可以的 所以选项B错误选项ACD正确 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的是同一优动产上 同时存在多个担保物权时 在进行实现时的效率等级 我们前面说过 留置抵押质押是可能同时并存的 那排第一的肯定是留置 排在第二是已经登记的抵押和质押 那这个时候看谁的公式的方式在先 排在第三是未登记的抵押 好了选项A 同一动态让已经设定抵押或质押 该动态又被留置的留置法定优先 B同一动态设定抵押质押 又被留置的登记的抵押权优先 通常A对B就错 C同一财产既有抵押又设定质押的 排卖变卖该财产所的价款 按照登记交付时间确定先后清长顺序 就是又有抵押又有质押 这个时候那就是按照你登记或交付 就是这种公式手段的先后顺序 来确定你清长的顺序 B同一财产既设定抵押又设定质押的 那么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登记优先的原则 不是的 这个时候的登记和交付 它俩是同一样的法律效率 所以就要看谁在先 谁在后 而不是简单的登记在先 所以在这道题里表出正确的是选项A和C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刘志全的消灭的情形 宣项A 被担保的债权消灭 刘志全是法律担保物权 如果你把主债权消灭了 那刘志全当然会被消灭 这是对的 B 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 但是刘志全人未接受 这个时候刘志全没消灭 对吧 仍然存在 你不能强加一个其他担保给我 C 刘志全人自愿将刘志物归还 那这个时候刘志全就被消灭掉了 B 刘志全灭失 没有产生赔装机能替代物 当你作为刘志全的客体的刘志全 已经被灭失了 又没有其他替代物 这个时候刘志全也会被消灭掉 所以刘志全消灭的情形 要么是主债权被消灭掉 要么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担保物权 他可能被消灭掉 这样的两大类情况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ACD 好 同学们 下台第三章 目前法律制度的新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